嗨大家好,我是苏苏 今天我们来看科幻电影《青天复制》 在一个名为莫尔顿的小镇上 扎克和兰迪正准备开设一个介绍小镇日常的网络频道 兰迪负责带着隐形摄像头到处取材 熟悉电脑的扎克则会将拍到的视频剪辑并投放到网上 而作为一名平凡的小镇青年 即将高中毕业的扎克对未来没有什么想法 但扎克喜欢的凯拉则是学校的翘楚 成绩优秀的她也即将前往大城市继续发展 虽然扎克知道凯拉也喜欢自己 可她却因为内心的自卑迟迟没有行动 之后扎克与兰迪继续在小镇上收集素材 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喜欢与年轻人搭讪的赛特夫人 她拿着一个爬满了奇怪小虫子的苹果询问两人 试图弄清楚苹果生虫的原因 而由于扎克与兰迪并没有发现异常 他们只是吹落了苹果上的虫子 可众人并不知道苹果上的小虫子 实际上是一种不情自来的外星生物 这些外星生物也随即落满了整座小镇 当晚扎克与兰迪在小镇上散心 可两人很快就听到了赛特夫人的尖叫声 于是他们迅速冲进了对方家中 并在地板上发现了斑驳的血迹 兰迪健壮赶忙报警 可警长却十分冷淡地挂断了他的电话 这让两人只能硬着头皮打开了紧闭的储物间 并在其中看到了大腿遭到撕咬的赛特夫人 而眼看要伤他的诡异生物从墙纸内逃跑 扎克便带着兰迪冲出屋子追了上去 可穿过树林的两人很快发现 逃跑的生物竟然跳进了一个男人的箱子里 而这个男人竟然是镇上的牧师 考虑到车上的几人表情异常诡异 感到奇怪的扎克与兰迪便在第二天带着视频前往了警局 知情的警官乔西看过视频后 以为这只是一个恶搞视频 便随即赶走了两人 可扎克与兰迪并不愿意放弃 为了弄清事情的缘由 他们准备前往教堂找牧师对峙 但当他们走进教堂时 却发现这里一片寂静 顺着悠扬的音乐声 两人来到了牧师平日里办公的区域 并在这里看到了牧师 以及围坐在一起的小镇居民 两人本想利用视频逼牧师说出真相 可牧师却表示视频里的人并不是自己 这让两人非但没有任何收获 还遭到了牧师的羞辱 除此之外 离开教堂的他们又发现 手机突然失去了信号 于是不甘心放弃的两人 再次前往赛特夫人家寻求人证 可此时的赛特夫人却异常平静 为了否认自己被咬的事实 他还向两人展示了自己光滑的大腿 而由于他们交谈期间 一旁的房间内发出了异常的响动 扎克便忍不住爬窗偷看 结果他发现 赛特夫人的床上正绑着他的同学迪伦 此时 窗边又突然冒出了一个年轻人 受到惊吓的扎克与兰迪 这才逃离了现场 而在对拍下的视频经营研究后 两人发现 赛特夫人卧室里出现了两个敌伦 正当他们对此感到疑惑时 凯拉突然找到了两人 并泪眼婆娑地 向他们诉说了父亲的反常表现 扎克听闻也赶忙将 赛特夫人的情况告诉了凯拉 于是众人决定 去凯拉家收集证据 然后再将拍到的视频放到网上 以此引起外界的关注 可他们很快发现 在黑暗寂静的小镇里 那些曾经熟悉的邻居们 竟然在篝火前焚烧物品 而且变得异常冷漠 到达凯拉家后 三人又看到了行动僵硬的凯拉父亲 而为了查看情况 扎克以上厕所为由走上了二楼 凯拉和兰迪则留在楼下 拖住诡异的男人 顺着声音 扎克来到阁楼 并发现了凯拉的弟弟 小男孩因为害怕父亲的表现 而躲在了这里 扎克见状便让小男孩先躲回卧室 自己则开始观察 阁楼里奇怪的黑色物体 就没有下楼 凯拉的父亲终于不耐烦地走上楼去 兰迪赶忙为扎克发出了警报 扎克慌乱之下 只能躲进了主卧的卫生间 并想洗掉手上的黑色物质 但过程中 他却无意间发现了 已经被碎尸的凯拉母亲 于是扎克随即强装镇定地 带着两个伙伴离开了住所 而得知母亲遇害的凯拉则气不成声 他请求扎克救出他的弟弟 于是三人在第二天便找到了乔西警官 希望他能够主持公道 看过视频的乔西随即前往凯拉家 进行了搜查 会由于现场已被清理 凯拉的母亲也再次出现 乔西警官只能带着三人离开 他也不再相信他们口中所说的异常情况 而眼看求助警察无望 扎克便带着伙伴们返回了自己家 但三人很快便听到了农舍里 发出的奇怪声响 于是扎克让凯拉在附近查看 自己则与兰迪走进了农舍 可让扎克吃惊的是 原本失去双腿的父亲竟然站了起来 紧接着 奴舍两旁又出现了一群小镇居民 牧师与赛特夫人更是将两个小盒子放在门口 然后将大门锁了起来 在黑暗的奴舍中 兰迪不幸被行动敏捷的不明生物咬伤 而就在两人搜寻怪物时 扎克却再次看到了那个像卵一样的黑色物体 可真当两人观察之际 一个浑身赤裸的女人突然从中钻了出来 这个女人与扎克的母亲一模一样 并很快抱着扎克的母亲完成了某种传输 而随着传输的完成 扎克的母亲也瞬间身亡 此时 罗女突然发出了与扎克母亲一样的声音 而且她还拥有了对方的所有记忆 扎克明白 眼前的女人就是外星人所变 于是她随即杀死了女人 而这时 凯拉趁着那些居民不注意 偷偷打开了农舍的后门 扎克与兰迪者才逃了出来 当晚 三人趁着夜色来到了乔西警官的家门口 在反复试探过后 他们确定了对方的身份 而警官则向三人展示了那个想要替代她的外星人 于是他们随即猜测 外星虫通过咬伤人类获取人类的DNA 并克隆出一模一样的躯体 然后再吸收被咬人类的记忆 从而取代他们 警官听闻便决定带上这个复制品寻求FBI的帮助 可由于蓝鼎已被咬伤 他的复制体也很快追踪了过来 警官见状迅速开枪射击 但复制体却发出了恐怖的嚎叫声 转瞬之间 无数外星人便冲了过来 并将整座房子推翻 过程中 警官不幸被外星人拖到了屋外 而眼看外星人即将冲进屋内 兰迪为了救下好友们 便挺身而出 引走了屋外的所有外星人 兰迪的牺牲为扎克与凯拉 争取到了宝贵的逃跑时间 可逃跑的两人并没有交通工具 他们也只能偷偷返回小镇 寻找可用的汽车 而为了避免被外星人发现 两人又强装镇顶 面无表情地混进了人群之中 在小镇的中心广场 他们发现那些被取代的居民尸体 正被堆积起来焚烧 而两人依旧不敢言语 只能默默地继续前进 之后 扎克在凯拉的掩护下 找到了汽车钥匙 可本该放手的凯拉 却听到了不远处孩子们的哭声 看到弟弟的他没有忍住 竟然随着众人走了进去 可混进人群的凯拉 无法压抑自己的情感 很快就被一个外星人发现 于是他随即催促弟弟 前往林中的小木屋 自己则被外星人按在了手术台上 就在外星虫准备撕咬凯拉时 扎克驾车冲了进来 凯拉这才成功脱险 可身为外星人的牧师 又通过可怕的嚎叫 通知所有同类 对两人进行了抓捕 而在前往小木屋的途中 扎克发现凯拉竟然已被咬伤 于是扎克便想方设法 安慰凯拉 可两人并不知道 可怕的外星虫 其实是由黑色小虫子组合而成 它们偷偷爬上了车 并趁机偷袭了毫无防备的扎克 眼看扎克也被咬伤 凯拉赶忙下车去追外星虫 阻止它克隆出复制体 但两人不仅没有追上外星虫 还被巡逻的外星人发现 除此之外 复制了兰迪的外星人也找到了扎克 看着眼前这个拥有好有记忆的外星人 扎克心中五味杂陈 但为了阻止它暴露两人的行踪 扎克还是忍痛与凯拉将它溺死在了河里 之后 势单力薄的两人来到了电台 准备将它们拍到的内容上传到视频网站 可两人很快就遇到了它们的复制体 于是它们只能顺势跑到了机房 并将杀气重重的复制体阻隔在外 而在成功上传视频后 两人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 可眼看复制体即将破门而入 扎克便临近一动 播放了网页上拥有两人声音的视频 然后又打开了二氧化碳灭火器 并躲在了门后 而随着房门的打开 被声音吸引的外星人直接冲到了电脑前 门后的两人则趁机逃离了电台 而由于复制体试图从视频中获取记忆 专注的它们很快就因为过量吸入二氧化碳 最终倒在了机房内 之后 扎克与凯拉来到了林中的小木屋 并与凯拉的弟弟成功会合 而通过电视中播放的新闻画面 它们才发现 全球各地都遭到了外星生物的袭击 这让扎克与凯拉感到无比绝望 可两人并不知道 它们上传的视频竟然收到了回应 越来越多的幸存者也随即开始联络起来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